12月18日,2018第三届国际海水道论坛在海南三亚开幕 据了解,海水道是耐盐碱水道的形象化称呼 是在海边滩土等盐碱地生长的特殊水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出席此次论坛 畅谈海水道未来发展之路 我们通过八道师的努力 全国发展到一模盐碱地 那远远的这个品种 平均产量三个公斤 那一年可以增产三百亿公斤粮食 三百亿公斤粮食是个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湖南省的全员粮食重产量 湖南省是个粮食大省 它全员粮食重产量呢 只有三百亿公斤 可以多有八千万人口 我们通过八年的努力 八到十年了 发展了严谨地 发展一亿梦 我们全国有十几亿梦 包括谈都在这个严谨地 我们才发展到一亿梦 八到十年 这么一个目的 此外 现年八十八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向大家谈起自己的两个梦想 一个梦呢就是活下成阳梦 就是我梦见呢 这个水稻 我们的高产水稻啊 长得比高年也高 水子比扫子还长 子力花生也那么大 我好高兴呢 就在那 稻税下成阳 加上活下成阳梦 第二个梦呢 就是杂交水稻 覆盖全球梦 全世界有这个水稻田 有一亿六千万公顷 如果其中有一半 种上了杂交道 每公顷增产两顿 可以增产粮食的 一亿六千万顿 可以多养活五亿人口 这是两个梦 吧